嗨 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阿云 欢迎大家来到阿云网视这个频道 从昨天开始 我所在的公司就已经开始放春节假期了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0号 我所在的公司呢 总共要放15 15天的春节假期 在这15天当中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陪陪小朋友 以及给朋友们分享怎样在网上赚钱 今天下午天气不错 我没有出去玩 因为想着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怎样在Nemiselo上面选择和注册域名 为什么要选择Nemiselo呢 因为它是一个最便宜的域名注册服务商 当然它的服务也不是最差的哟 好了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然后并订阅阿云网视这个频道 开始在Nemiselo注册域名之前 我要给朋友们分享一下哟 你使用视频下方我提供的一个优惠码 可以在付款的时候节省1美元哟 好了 我就直接打开浏览器 教朋友们怎样在Nemiselo上面注册域名 打开浏览器 Nemiselo它的官方网站地址是这个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 新用户建议在这里先注册账号 点击sign up 注册账号 在这里输入你的user name email 还有密码信息 然后把这些服选框勾选上 点击这里 create my new account 就是创建我的新账号就可以了 Nemiselo注册新账户 填写的资料比较少 朋友们可以直接 也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就先登录Nemiselo的会员中心 我们登录之后 然后再来注册域名 好了 点击这个locking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我已经提前注册了 然后点击这里submit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怎样操作呢 点击home 到首页去注册域名 在上面可以看到他这里的导航菜单 分别是my account register 还有transfer 还有pricing 还有api 还有all service 总共有6个菜单 那么我们在 我们主要是在这里进行操作 这个地方是transfer 它是转入域名到Nemiselo 我在第18期视频当中给朋友们分享了 怎样将狗袋底的域名转入到Nemiselo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操作的 叫transfer 在这里操作的 在这里你就可以将域名转入到Nemiselo 感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找到第18期的视频去查看 怎样将狗袋底的域名转入到Nemiselo 而今天我是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怎样在Nemiselo 注册域名 我们回到主页 点击my account 点击这里 回到主界面之后 我们再点击home 回到主页之后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要注册域名的一个关键字 域名的关键字的查找啊 可以通过Jax关键字工具来进行查找 在这里的话 我就给朋友们分享一些注册域名的小技巧 域名的关键字最好是和你要建立的利息网站相关 并且容易输入好记 而利息的选择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关键字工具 比如说Jax关键字工具来进行查找 其实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 我也给朋友们分享了VLC Affiliate 加入VLC Affiliate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Jax关键字工具的一个使用 它和Jax关键字工具整合了的 你可以直接在VLC Affiliate的后台 直接使用Jax关键字工具 如果是单独的购买 或者是使用Jax关键字工具的话 那是需要单独付费的 而对于WA会员 也就是VLC Affiliate的会员的话 它是可以免费的使用 域名的关键字我已经提前想好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就直接输入域名的关键字 我们开始一个域名的注册之旅吧 好了 我们输入域名的关键字 我输入这个域名的关键字 然后直接敲回车 或者是点击search 就都可以注册 到这个界面之后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域名可以注册 哪些域名不能注册 除了这个ORG的域名不能注册之外 其他的域名都是可以注册的 那么我直接选择一个 选择这个nit域名 然后com域名 它com域名的价格好贵哦 如果是其他域名的话啊 其他的域名 它的价格是8.99 它不会这么贵的 那我就随便输入一个吧 给朋友看一下 好 正常情况下com域名的价格是8.99 如果你使用视频下方提供的nimsello优惠码的话 新用户只需要花费7.99美元呦 好了 我这里我就直接注册这个nit域名啊 我直接选择一个 接下来点击这个register check the domain 按钮 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它提示你是否需要防御恶意的攻击 我不需要 直接点击no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continue to cart 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 这里是输入优惠码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直接把优惠码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submit按钮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是新用户 所以说不能应用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 可以使用视频下方提供的nimsello优惠码哟 好了 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一下 它说sellerslink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是否是 这里是 是否是自动续费 我选择yes 你可以选择no 就是到续费的时候啊 它会自动的从你的信用卡上面扣款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付款方式的话 它也会提醒你要付款 如果你绑定了信用卡的话 它就可以自动的扣款 这里是域名的隐私保护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这个项目 然后要对这个域名进行一个隐私保护 在这里又选 选择两年 或者是选择三年 在这里可以使用优惠码 当然了 优惠码只限是新用户来使用 新用户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我视频下方提供的优惠码 将它复制和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submit就可以将这个优惠码应用到这里 点击submit之后 这里的金额 它会自动的发生一个变化 好了 我们确认一下 这里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没有 注意一下你注册域名的一个年限 一般来说 注册的时间越长 越好 因为那样的话 对你的一个利息网站 就是你建立的利息网站 它在谷歌上取得一个排名 获得谷歌的信任 因为谷歌它也会根据域名的一个注册年限 也就是一个过期的时间 来判断 这个域名是否是值得信任的 你注册一年的话 谷歌有可能会觉得你不会长期 或者说你不会用心的运营 你这个网站 好了 完了之后 直接点击continu继续去付款就可以了 朋友们在这里可以看到Nimsel它支持的付款的方式 比较多 总共支持7种付款方式 而对国内的朋友来说 你可以使用的有哪些 有这个 这个叫信用卡 一般来说 我是使用的是招商银行的双币信用卡 如果没有信用卡的朋友 我建议还是提前去办一张 申请一张招商银行的双币信用卡 那样对于在网上支付 就是付美元的话 比较方便 还有这个PayPal 通过你的储蓄卡绑定PayPal 也是可以付款的 还有它的Limsel它的一个账户余额 比特币 还有这两种方式 我不太清楚啊 当然了 这里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支付宝 你在付款的时候 将你的那个支付宝的账库 就是你的邮箱 你的支付宝不是绑定的一个一面流箱吗 将它输在输入到这里 然后输入到这里的之后 然后 比如我们来试一下 好 这里输完了之后 然后点击购就可以了 好 今天可能运气不好啊 支付宝可能有点问题 他一直提示这个 我们暂时不管了 如果要付款的话 直接我可以通过这两种 通过信用卡也是一样的 把你的账单地址 信用卡的信息 填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点击Place my order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使用PayPal来进行付款 使用PayPal来付款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好了 这就是给朋友们分享的 怎样在Limsel上面注册域名 在Limsel上面注册域名的话 新用户可以使用优惠吗 记得咯 新用户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的一个会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给朋友们介绍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